大家好,我是越南虎志明市台湾学校的老师 我叫杨品秀 那这是我们学校第一次参加全国科学进士的活动 那这一次呢,我们学校有三个作品 那其中有两组是入围 那这一组呢,这一组呢,晋级的决赛 那我们这一组的小朋友的特色呢 是他从生活中常常会接触到的YouTube影片里面 去发掘、去探讨说 这样子的影片里面所说明的一些议题 是不是正确的 那因为越南很热 那他们呢,就设计了 我们就设计了这样子的 呃,宝特瓶的冷气机 是不是真的跟影片中的 影片中所要讲的东西是一样的 那经过我们一年串的探究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其实这样YouTube上的影片呢 只是一种经过包装的 一种伪科学的一种言论而已 那我们希望说在这样的探究过程中 可以让小孩子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那我们回归到科学原理去做探讨 那这样子的过程中 我相信学生在未来的学习路上 也比较能够能够看到 我们看到事情的时候 不会被理论所影响 而是能够从原理真理中去探索 好,谢谢大家 老师这个活动为什么想要来报名参加台湾 不言千里 好,这个真的是 就是我们会希望说 其实在越南 虽然我们很远很远 那也很高兴主办单位 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机会来参与 因为其实在海外服务 我在海外服务十五年 那看到的学生 其实他们真的在那一块 很单纯的环境里面 都是很认真学习的 那我想很多台湾里面 有的一些好的教育资源 应该也要让这 我们海外的学生能够共同参与 经过这样子比赛的历练 我相信他们的眼界会更过 他们才不会被自己 只是单纯的生活在越南 这一块局限处 他们可以看到更优秀的 更优秀的学校 更优秀的活动 然后借由这些活动提升自己 让整个学校也往上提升